今天来玩亥牙 亥牙走的是凯撒路 大部分走凯撒路的都是近战 拿出亥牙风筝拉扯 反死个人的普根跟手里剑 当埃罗发现打不过的时候 就要被手里剑收尾 打佛罗伦先请他吃满手里剑 大招主动撞墙 亥牙的大会自动前冲 这个情况需要位置不动 才能让佛罗伦吃满大招 进塔投个大宝宝 三打四我没有上你 控制超级反太弹 吹亥牙就会吃满手里剑 雪了还有那么多可以反打 直接进场我就不信他可以 差一点就没了 算了算了 走吧 手里剑瞄准莫拉好像中了一下 还被拘役了 位移朵埃罗大 啊能扭 啊 往右边跑没路了又不能跳出去 跟他拼了用情形来躲控制 把大招完整地转完打出他的复活 感动吗 为一拉开他还是摸不到我 扭头还能躲转个斩杀 没想到我能从这个地方出现吧 大招转起来插了最后一下 先放他跑一会 这些糟糕了 要双杀 一定要相信队友夸克一出狗 我根本没看狗不狗中 就直接赚了 这两个情侣造型 有不起 莫拉回去了 我也回去 想不到吧 这一手回手套 林迪的位置太靠前 跟莉莉安一起切 清醒了解 跟着蝙蝠虾 博人轮拿下 爱悦跟齐尔大招都交了 直接转 必出紧的瞬移 位移把大断了 换成普攻跟手里剑输出 齐尔还站后面 五两下普攻 舒服 不要 听 奎伦有复活甲 那真的不需要听 他还可以站起来 爱悦不可以 转吧 打出来一个位移 两个瞬移 走左边 射右边 这是要一波的局面 颂加也打 我有复活甲 换个镰刀 拉出来 想破主堡 你们还没有问过我呢 嘿好